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美国之前的一天在Amazon上面订好 然后送来我的Airbnb 我得到我的包包夹 因为包包夹不见 但是我刚刚发现 昨天晚上发现 它坏掉了 就是它没有办法开机 so 这是一块废铁 我很傻眼 而且现在这个包包夹 也废掉啦 因为相机坏了嘛 然后就变成我没有一个 随身可以夹在包包上的相机 so I was thinking 我可以把它变成一个 就是手机的夾 就是我想要把这个手机夾 然后就是粘到这个上面 I don't know if that's possible This is editing Lily from a week later I think it's possible but it's also stupid 这是今天的所要任务之外呢 我早上还想要去运动一下 因为这一栋楼的楼上 据说是有健身房 我看到照片 觉得还不错 所以我就想说 我是不是可以 来美国不用买健身房 第三个任务就是 还是要工作啦 英文听力术 还有一部分没有上线 那我要来检查讲义跟影片 所以我可能会找个咖啡厅来工作 要去楼上运动前呢 先做一个小的Airbnb tour 这边就是门口 然后前面有一张桌子 左边呢就是浴室 然后呢 这边会有个小客厅 小客厅前面有厨房 而且呢 他有背很多什么锅碗瓢盆那些 然后走到里面呢 就是房间 房间其实呢 就是该有的都有 不该有的 为什么会有一把鸡汤 而且呢 还有一面镜子喔 美国的疫情状况怎么样 老实讲我也再来半天 所以 等到我 过一阵子再来更新 天啊 戴这个奖号好穿 好 就先上去吧 嗨 又是后来再剪片的莉莉了 今天的戏份有点多 那今天的vlog呢 是我来纽约的第一天嘛 然后我已经有两年多 没有来讲英文的国家了 然后虽然我在台湾 还是有一些讲英文的朋友 然后呢我跟 哥文部也会讲英文 但我觉得 口说的能力还是 就是慢慢的有点在退化 所以今天第一天来纽约 我也没有太多 跟别人互动的机会 应该是说就是 我还要一点时间习惯啦 但其实如果你在台湾 你还是有机会 可以每天每天都讲到英文喔 那最近Lingoda全额退款的 Language Sprint活动又要开始啦 这个活动不是每个月都有喔 那最近一次呢 会在2月11号的时候开课 那我先讲一下 Lingoda提供的课程好了 它是一个线上语言学校 可以让你学习英文 商用英文 西文 法文 还有德文 那每一堂课呢 都是2到5人的小班制 而且啊时间很弹性 几乎可以随选随上 那要怎么样可以得到 全额学费退款呢 如果你参加的是 Super Sprint Challenge 那你就要在两个月内上60堂课 也就是你每一天都报到上课的话呢 你就可以得到学费的全额退回 也就是免费上两个月的英文课啦 但是如果你不确定 你能不能够每天上课的话呢 你可以参加Sprint Challenge 那这Sprint Challenge呢 就是60天内上满30堂课 有一半的时间上课的话呢 你就可以得到学费的半额退回 也就是半价的意思囉 那这一期的Sprint Challenge呢 报名时间到2月1号喔 别忘了要用我的优惠码 Lily2022 如果想要报名的话呢 别忘了点击我下面资讯栏的连结喔 其实有很多我的观众呢 都有得到学费的全额退回 而且不是每个都上英文喔 有些人是上西文 有些人上德文 我觉得真的每天要上课不容易 但是如果你能够很详细的看参加规则 然后提前预约好上课的时间 确定自己的网路连线 其实有非常非常多 我的观众都有得到学费的全额退回喔 好啦 那我们就继续 我在纽约的第一天的Vlog吧 真的是大楼的顶楼喔 喔 感觉很不错耶 那边有些free weights 服务名 然后有个bunch 然后这边还有不知道什么keyboard 跟两台跑步机 那边呢是拱拱空间 欸 其实我也可以来这里工作 欸 这边采光好好喔 外面还可以看到桥 然后来简单的运动一下 然后再准备出门 我刚刚运动完 然后回家洗了个澡 好 换了个衣服 准备要出门啦 给你们看我今天穿的 冬天呢就是穿很多层 我的裤子里面呢 还有一条裤子 就是 这里面呢都还有发热裤 还有发热的袜子 然后里面是高领的发热衣 然后我就是穿了一个西装外套 等一下呢还会再穿一件大衣 加上围巾 这样就会还蛮暖的了 我觉得家里楼上的GEM很不错耶 所以我觉得我应该 不用再去另外买GEM 虽然我在来之前一直在看一个Equinox GEM 大概就是台湾的World GEM 但是就是浮夸个十倍 总之我就看了很多Equinox很漂亮的照片 但是一个月好像要四百块美金 所以我觉得我就在楼顶运动就好了 好 现在要来查一下 附近有什么咖啡厅我的手机呢 我还没有说我住在哪一区 我其实住在曼哈亚的 Midtown 然后就是一个最最最方便的地方啦 最好半天就都是Blue Bottle Blue Bottle不就是网红店吗 感觉 很基本的 没有什么评委 我看到这个叫做 Grand Central Coffee Company 感觉reviews不错 然后 看这些照片 好像不错耶 yup 乱丑 回家 比元 详 劑 救 一 吉 呸 偌 你 冢 晤 protecting 就是我今天說我們想要去的那個鎮 它叫Eckermax Eckermax好像是 這個是 你會看我的 我看到你 很新鎮 你站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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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一下 好久不見了 結果整個下午都在寫稿 而且我的相機還沒電 害我現在有點困擾 因為這一台是我新買的 然後我沒有想到它的電池續航力這麼差 我本來今天想要開我剛剛點咖啡的過程 但是沒有那麼順利 今天第一天啦 我覺得每一次出國的前幾天都還在順那個拍片的流程 我剛剛google了一家在賣烤雞的 在這附近 我去買晚餐回家吃 然後我要繼續剪片 我不知道欸 我覺得我今天寫稿跟剪片 就在一個很好的flow上面 所以我想要再多做一點事情 然後晚上再來研究 我怎麼弄我的那個腳架 然後我去買一家的動動 感覺很不錯 很不錯 很不錯 會有一個大小的動物嗎 會有一個大小的動物嗎 沒有 OK,我會有一個大小的 兩大小的動物 你會有一個大小的動物嗎 有一個大小的行動 他有給我一部餐具 這種呢,叫做 Compostable Compost Compostable EDITING LILY AGAIN Let's hear how to pronounce this word Compostable Compostable Compost 重音在前面的話,意思是肥料 烤雞腿肉 馬鈴薯泥根 還有菜 我洗了一些多天 買個葡萄 OK,這是EDITING LILY AGAIN 結果今天最重要的任務 沒有達成 但我在Amazon上面買了一個架相機的 背包夾 所以現在看起來是這樣 雖然有點呆,但是呢 之後有英文對話的影片就會拍得比較好啦 那今天的Vlog就到這邊啦 MORE TO COME MORE TO COM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